新年快乐 大年初一的清晨四点 志国们一早抹黑来到新山静思堂 我想到一定要回来 要把握这个时间 等下我们的疫情又很难讲 我们要过好自己 最重要就是我们口罩 我们洗手 我们的心要振把 不要太怕 就很期待能够回来这里拜镜 各一年 但好像隔很久 就像讲着要把握时间 要把握姻缘 也有母女党志工 把握难得的连线活动 一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虽然没有回到台湾静思堂 至少我回来 我们的新山的会所 这个静思堂 都是那个感受 都是一样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同一个时间 跟金舍师傅他们一起拜金送金 都是我跟着妈妈来的 一起修行 菩萨到同静静就是这样 祝福我的妈妈 平安健康 陪着我做慈祭 和亲人团聚 共享天伦的温馨画面 是家家户户 每逢春节都能看到的情景 志工也特别为走春的访客 安排了温馨的亲子奉茶 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慈祭封茶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里面 一定要传承下去 然后尊老爱幼 还有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每时每刻都要懂得感恩和尊重 很开心 因为前几年都不能回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就开放了 疫情没有这样严重了 就回来 大家开开心心 过年 希望五月我们可以 大家一起来 回来 恢复以往的生活作息 或许是多数人 在农历新年期间的热切盼望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